黎明和宮益金董事陳志思 這日去到天際一百錄影慈善節目 他們還要接力跑一百層樓梯 一身全黑運動裝的Leon 先向陳志思呼籲觀眾捐款 然後再進行打手印儀式 最後成功籌到超過260萬善款 跑完之後還很輕鬆地分享感受 果然是精力充沛 一千塊撒傘是一個人的資格 所以他們的方法是一百分之一 一層樓梯是一層樓梯 是很正常的一層樓梯 請問你質素給樓梯嗎 我看你質素給樓梯 我想到因為樓梯沒有擦得很乾淨 但始終你講到樓梯 如果是樓梯是樓梯開場 是從樓梯中間 所以樓梯是樓梯 至於剛剛拍完旅遊節目的陳婷欣 就不停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性感泳裝照 其實我昨天才從紐克利多尼亞回來 是拍三日兩夜的節目 其實去的時候也去了七天八天 還有那個飛機的執行很長 也要裝置 所以其實比較累 我昨天晚上九點鐘就睡覺 因為當地的比香港快三個小時 所以我昨天九點鐘 其實也覺得一直很彎 然後去了那個地方很美 那個海洋很美 還有我們又是潛水啊 還有去沙灘邊走走啊 所以也會要穿泳裝 還有穿潛水衣 對啊我拍了好多 就等節目剪好了 然後準備出街的時候 我再會放多一點 另外一個面穿著 中飆 每個月 都有衝動 然後水的潛水 第一次 一集再次 我們會不斷 我們會不會割 第二次 我們會不會割 我們會不會割